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有很多人还傻傻不知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这样布施会招来一身业障 没福报还损功德 你千万不要做 一起来听 人这一生总是有各种贪欲 其中之一就是金钱 没有钱什么都买不了 所以这一生当中一直在赚钱 从而忘记生活 其实钱财对于一个人来说 终究是身外之物 到了生命的最终 还是会赤条条的来 赤条条的走 佛说 假使千百节所造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 多做善事会得到很多的福报 能够结善果 但是却有部分人这样做善事 其实是会招来一身的业障 没有福报 还自损功德 一 财布施 让人变得更加富有 佛教中讲的行善积德 最重要的莫过于布施 在布施中又分为财布施和法布施两种 多做财布施的人 他将来就会拥有很多金钱 多做法布施的人 他将来就会拥有智慧 这两种善宝 恰恰都是每个人最需要的 现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 物质也越来越丰富 但是仍旧有些人 遇到一些困难的事 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一贫如洗 也有些人日子也过得非常的艰难 佛陀说 对于这种困难的人 我们要生出怜悯之心 并且要对其进行布施 让其度过难关 佛陀的话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当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如果看到那些困难的人 要进行财布施 很多人想 布施有何难 看到街上要饭的 随手给两块钱就行了 这种做法确实是布施的行为 但是用佛教中观点来看 其实是错误的 佛教中讲究发心 在看到别人困难的时候 要生出怜悯之心 要让自己生出慈悲之心 这样你的布施才是完美的 看到要饭的随手给两块钱 心里却在想着 这个人上辈子没做好事 今生也不做好事 活该你要饭 这种想法是最要不得的 做布施的人 切记不要有这种想法 在佛教中看来 有这种想法 是属于称的范畴 一般修行就是要去掉人的 贪称吃三毒 但是一个人在做好事的同时 还在助长自己的称 严格意义上说 你的布施会变得一点作用都不起 而且你的修行也就没有了意义 金刚经中云 菩萨于法 应无所助 行于布施 这里的无所助 就是不要被自身的贪称吃带动 这才算作真正的菩萨行 想起我哥给我讲的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哥工作在西藏林芝 那年玉树地震的时候 林芝八一震的街头 出现了为地震灾区募捐的志愿者 我哥外出办事归来时 走过一个募捐箱 随手放进去一张一百元的钞票 甚为显眼 因为之前募捐箱内都是一些小额的钞票 几分钟后 他在快回到家门口时 意外地在街上捡到了一张百元钞票 我后来告诉他 你的布施立即获得了限时报 这可能是为了鼓励你继续布施 但你布施一百元的福报 也因为捡到了一百元而消耗掉了 如果你没有捡到一百元 或者这捡来的一百元 你再捐出去 后事可能会得到百倍的回报 他之后又向不同对象布施了数百元 那年年底 就在他回湖南老家过年的路上 他从长沙火车站出来 竟然意外遇到一辆私家车主 问他是不是要回新化 私家车主说他一个人开车太孤单 想免费烧一个人回去 路上刚好有个人说说话 长沙到新化老家有近三百公里 车票很贵 当时我哥想要给他钱他也不要 之后我哥不用奔波拥挤 很舒服地免费坐小车回来了 当然他当年布施的福报可能又差不多想完了 但从此他喜欢上了布施 特别是陆玉老弱病残乞讨者 他会很舍得 乃至当老家村子里要修一条小桥 遇到极次困难 我哥得知消息后立即会回去大半资金 并公开宣布小马路铺水泥时 他也会捐一半资金 非常奇怪的是 我哥的生意真的是越来越好 收入逐年递增 更重要的是心情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都明白 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 你在布施的时候起的什么心 动的什么念 那么你将来在得到回报的时候 也必定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所谓好心好报 坏心坏报 就是这个道理 二 法不失 会让人变得有智慧 事事不停地发生着 每个人在其中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 有的人是物质上的 有些人则是思想上的 有的人生活上很富有 但有时也会碰到一些烦心事 甚至有时候 自己也解不开其中的结 现在网络非常发达 资讯也很发达 人们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但是 陷于自己的经历与智慧 有很多心结 还是很难解得开 特别是在情感上受到伤害时 总会闷闷不乐 在佛教看来 在情感上遇到心结解不开 也是属于困难的人 对于这种人 我们要对其进行法布施 很多人以为法布施 就是与对方讲解一些佛经知识 或者是佛经智慧 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理解 真正的法布施 就是别人在遇到各种心结时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进行劝解 劝慰 使他的思想变得开阔 不再有任何困惑 比如有个同事 他前几天失恋了 整天闷闷不乐 总觉得自己又美丽 又温柔漂亮 为什么对方会选择离开自己呢 他自己也知道 缘分的事情强求不来 但是心里的郁闷 一直都屈不散 于是我就和他聊天 告诉他做人要学会放得下 人生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好的人 有些人是对的人 有些人是错的人 我们要选择对的人 不要对错的人念念不忘 如果他是你的 终究会回来的 如果不是你的 你念念不忘也没有用 不如放开心 把握当下的每一刻 否则你一刻 活在痛苦中 你的生命也会因此而黯然失色 在我不停的安慰与劝解下 他终于走出了失恋的阴霾 重新变得快乐起来 而所谓的不失 其实就是我们要 心存善心善念 力所能及地去做 自己能做的事而已 有时候 发自内心地去安慰别人 帮助别人走出困境 这样是一种不失的行为 佛陀让别人 行于不失 也没有说 要人倾家荡产地 倾其所有去帮助别人 我们在保证了 我们的生活的同时 再去做一些 对自己 对别人 对社会 有意义的事 才是最好的修行 地藏经上说 舍一得万报 舍得一分钱 就得万分那么多的报 我们做不失的时候 也不应该有一个 得万报的思想 不应该说 我不失一文钱 将来我就富贵到极点 或者得到什么好处了 不该有这种思想 为什么不该有这种思想 你若存一个得报的心 那还是一种贪 说我不失了 现在我舍了 将来我得优厚的果报 得最多的利 我不是回报你 你这个莫如去放高利贷 这也就等于放高利贷一样 你要是不失一文 将来想要得万报 这不是高利贷 是什么 那么我们不失 应该要怎么样呢 这个不失 就是我本来就应该不失 是我的本分 我的天职 不应该存一个 获报的心 绝对没有一个所求 在我这不失里边 这才叫静行 从前在西藏 曾经发生过粮荒 有很多乞讨的人潮 因为饥荒过久 为数有众多 很多有饥粮的人 都不愿意再不失 有一次 有一个人流浪到 家戎地区 非常疲惫饥饿 来到一个人家门口 醒起 这家主人 很想给他一些食物 但是由于这个人 穿的衣服很不错 他的太太不确定 这人是真的乞丐 还是假的 所以不愿意施舍 可这家主人 还是偷偷塞了 一个馒头给他 流浪者 千恩万谢后 狼吞虎咽地 吃着馒头离开了 好几年以后 有一天 这位施主 到了成都 走在街上的时候 突然间 旁边来了一个人 握住他的手说 你还记得我吗 他说不记得了 那个人说 以前我做生意 被抢劫时 遇到饥荒 到处流浪 刚好走到你家门口 当时我快要饿死了 幸好你送了我一个馒头 让我活下来 我一直想报答你 可是都没有机会 今天刚好遇到你 我一定要报答你 当时对我的恩惠 临走时 硬塞给了他一个金元宝 其实一个人最大的福报 就是来自于别人的祝福 尤其是来自 濒临绝望的人 发自内心的感恩 所给予的祝福 这种福报极其殊胜 他忠心祝福的力量 所带来的福报 会很快让您成熟 而且佛光禅师 也教导我们 微笑也是不失 微笑会给人 以无限的信心和喜悦 会让我们很久很久 甚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一个人 也许不能拥有 世俗的名利 但只要拥有这份快乐 我们那充满 法喜禅乐的微笑 也是点燃别人心灵的明灯 我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幸福 因此不能为了不失而不失 而是要发自内心的 去做这一行为 只有改变自己的心境 有慈悲心 才会种下善因 有善果 福报自然而然 就会跟随你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叔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叔